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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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香港的失業率都遍低 市場上有很多工作機會 但出現了有工沒有人回到這個情況 打工仔的機會多了 自不然經常都心思思想轉工 但轉工又不代表你一定會轉得好 甚至有些人打工仔越轉越差 所以今集八字天倫 只要請教唐宗盛師傅 究竟轉工是否要講究時機 或者從八字去看 會否找到一些適合轉工的稅運 師傅我想問問 有沒有很多時候 有些人來找你看八字 又會跟你說 哎呀師傅我最近做了一份工 但不知為何現在越轉越差 總比以前更差 有多這些情況嗎 現在跟以前不同 以前轉工是很大的事 要很慎重的考慮 以前很大事 以前要…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你是年輕的 要叫做舖寶 找一份工不是那麼容易 要找人家保 對,現在是年輕人 他覺得一份工做得不好 不喜歡就轉 我現在知道 有些甚至不是幾年轉一次 是一年轉幾次都有 當然,我們不說太密 譬如做了一段時間 可能覺得前景各方面 不如你想,對吧 對,沒有上進的機會 沒有上升 希望有錢好些 或者收入好些的工 你轉工都是這幾樣 要不然你好地地不會轉 對嗎 我們一定要找時機 要不然就很容易 越轉越差 這與命底沒有很大關係 因為體運為主 運內有榴槤 你問到何時才是一個轉工好時機 第一個念頭就是 你當然要轉好運 但我想問一下 會否很多時候 人們在走失運時 反而會突然容易 我想轉工 會有這些念頭 會 對,那些我們叫做 踢你出來讓你失敗 你不轉是怎樣失敗 就是用來回應這些失敗 所以它很主動 很深思思想轉工的 其實就是 與深思熟慮的轉工 有少許不同 我們嘗試舉個例子 大家會明白一點,好嗎 譬如我們 你甚麼八字 我們知道最重要是甚麼 有黃有藥的,對吧 首先先說一說 心王我們是否記得 用甚麼是起神 最簡單就是用財官 為甚麼我經常寫天干 因為天干是看到的東西 用財官就可以 例如你打工為主 有些人做生意為主 我們現在說 轉工就是打工仔 一般 去得高級、低級 那些要看命底 看是否有根 財有根、官有根 我先不理會那些 只是我現在說轉工 在自己的級數中 也可以轉工 這樣看勻 我們便知道 印、比劫等是甚麼 就是… 技神 大家都知道 這些很清晰 好了 例如你走一個運 走一個運 走一個運 如果你是… 我們先不要說 越壞 有些是越轉越好 是吧 例如現在做得不開心 可能自己在走壞運 好,走壞運 例如你走比劫運 一個運就五年 好,最後一年 第二年就轉運 假設 轉一個食運 雙食財官都是甚麼 氣神 一轉 那你這個就是 知道 衰運的最後一年 衰運最後一年 你一定會想著轉 那就考慮了 因為已經不行了 然後你… 如果下一個運 最初是好 一定是第一年便好 一個運五年 是吧 那你便可以計劃了 那就轉是好的 而且一定會轉 為甚麼呢 吃就是用來甚麼 黑灌煞 灌煞的 那你行商食運 你自然就想的了 但問題是轉了是好的 轉了是好的 好,那你轉回 如果你走過運 本來是好的 不過你覺得很悶 有些人做不是因為不好 因為悶 覺得已經是… 去到那個程度 已經是… 不再上到 其實人工那方面也不差 有心思思想動 對嗎 如果有心思思想動 如果它是… 第一番轉 譬如是… 官運 尾 但是呢 接著它是轉運運 好,新和 那就是好運尾 轉運運 又是最後一年 所以我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各位觀眾一定要明白 請你看清楚 轉運的最後一年 即是轉運前的那年 就是最後一年 十年一個大運 五年一個小運 最後一年,轉運 這一年,官運走到尾了 第十年 第十年 第十年便轉這個 五年一個小運 所以各位觀眾 拿著自己的八字盤 一看到大運 所以這次轉運 我們也說過了 對嗎 譬如你那輪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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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四十一歲 那次就走到這輪運 那你新旺 你知道四十一歲 開始運就不太好 那你40歲的時候 其實這輪運 會令你很蠢蠢欲動 因為要變,對吧 然後想動、轉、變化 希望本來是好的 但你摸一摸你的盤 你會留心一點 不要在40歲這年做決定 太衝動了 先轉動,看甚麼環境再動 這個意思 在轉運做的事 特別是你知道 接下來是壞運 不要理會有多壞 會容易做到一些決定 你會後悔,那何必呢 其實我們一處十年 上下代表五年 五年和五年的交界 是否會有這種蠢蠢欲動的心法 也會有 但因為你以大運的變化 那種… 更深 令你真的要動力的程度 是會比較重要的 譬如我現在正在走五年好運 或是五年衰運 但我在中間的時候想轉動 又應該怎樣去看法 你可以的 因為如果…始終是建議 你在五年當中,第二、第三年 那是好運或是壞運 你自己知道 譬如在這個 你動,沒所謂的 可能榴槤會令你動一動 轉動工作 如果好,起碼你先不會變差 新環境、新人事、新學風可以做 但如果在這個運,第二、第三年 可能榴槤會是… 也會好 一年榴槤會好 但問題是轉動後就會變差 為甚麼呢? 因為你受著運的限制 即始終是大運 榴槤一定受到運的限制 明白 可能新藥就是調轉體的性物 對,你懂得分喜忌就行了 而且當然沒有分錯身、黃藥 如果錯了,就全部調轉了 由好運轉、壞運 又變成由壞運轉好運 由壞運轉好運,沒所謂 但如果你看錯了 好運轉、壞運,看錯了 那就麻煩了,會做了很多錯誤的決定 更加要小心 特別是你不太有把握 看究竟是黃藥還是藥 總之不要在運尾做一些大決定 這個可以辦得到,小心為上 其實在行運,起神的時候 究竟在行運的是哪顆星的關係 就不至於很大,可以這樣說嗎 還是行運就行了 要先練好,只有幾樣 錢、職位升降 明星會否受贊賞 可能是一齊的 可能是隨便一樣,可能有兩樣 我們不要理會,總之好 你自己感覺到會好 明白,但還有些情況 很被動,不是自己想轉工 第一個當然是被人解僱 可能覺得不滿意工作表面 人事關係也好,被人解僱 第二種說更慘 就是整間公司倒閉 或者經濟差,沒有錢賺,財源 這些人不是自己想轉工 這些情況八字又看得到嗎 都可以研究 對,聽你說兩種 第一種就是自己不行 可能公司不行,不過你不適合公司 你不如走,你自己行衰運 還有就是聰盈,以盈為主 因為人不開心 被人解僱,你也很難開心 你自己弱勢,不關公司的事 但如果你是公司倒閉 可能自己經濟不景 炒你魷魚 甚至遣散,或是裁員被人拆 那些事你自己又不行 公司也不行,對吧 就會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你自己行衰運 第二個行走到榴槤 公司代表什麼呢 是哪顆星有的 就是印 本來公司發薪給你 你打工好好的 他也是算你的貴人 貴人日務、逢充 這些就是公司不妥 可能令你要離開 有一點點分別 那需要分身旺藥嗎 身旺藥更加,身旺新藥是一樣的 但身藥是好公司 做得好好的,倒閉 不捨得了 是嗎?那家壞公司倒閉 你卻沒有薪水而已,對吧 就是找其他份 心境上有點不同 明白了 我們這時候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跟大家看看從八字上 如何可以找到舒服的工作 或者辛苦到死的工作 那你說要好好地搞好 健峰 至於這麼多點 整天天下 我們要做好 有很多人的 已經經常提到一份 一個問題 沒問題 結果被公司解僱,是… 根本已經問你 你總得多招呼 如果答案 你這樣作出 要找得到多啟動 如果答案 你一提到什麼榴槤 但我們就知道一個八字的結構 首先就是看八字 然後看大運,然後再看榴槤 你叫我看榴槤,我不會只看那一年 只看那一年看不到什麼 這個榴槤在什麼大運下面 你的調味是怎樣 分開了,你的問題是 有些人一輩子都做不長 未必是他自己想 他想做得長,但總是種種原因 令他要離開,對嗎? 這是命底的 命底的,這些是很容易看的 假設你沖的,假設你跟日主 別說兩個沖一個,一個沖 你的日主是否不穩定 你不穩定,其中一件表現 在工作上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工作是我們人生中 很大的項目,對嗎? 你說我不沖日主 對,我全部地支都沖,這樣沖 這樣沖,或者沖多的動動 沖著一動也 你的命放在這裡,你就沖了,對吧? 如果你在各方面都不安定 其中一件事就是工作 對 這是命底 但他未必一定是工作的 未必一定是,好,等你走大運 我們還有星 可能你的觀星逢沖 殺星逢沖就是工作 就算不是,你多,你走到觀殺雲又沖 譬如你走這個… 譬如你現在跟日主 我不是沖了,這個沒有的 命底沒有了,當你是地支 你走到甲雲,這樣是不是動了? 那十年就會很冷靜 對,好,我們說… 不是我想的,對吧? 如果你是起神,我們說自己主動 如果是忌神,我不想動 你被動也要,你要我走,對吧? 走到早上,我有找其他人找到 不過總是做不到場 有時候一年半載又不行了,對吧? 或者找到那個工作 是三個月的工作 對,或者我們叫做短期合約 對,短期合約 或者別人做不到一個正式的教師 不過他經常接到這些工作 一起補課,對吧? 那些就是兩頭疊 講究新界,很辛苦 每間學校都不同 其中一種 這些就是什麼?沖 各位觀眾,沖者動也 動者變化也,對吧? 當然如果動到你自己 即日主或成柱 或者動到事業星 甚麼事業星,就是觀 就是觀 你不要理會… 不能撩女 你不要理會是否好 女人就可以… 我事業不要,我就嫁了她 你動到觀星,對吧? 這樣也可以,那是另計 總之就是一個變化 就是…如果只是變化 很辛苦,不要緊,沖而已 但如果加上營,就會亂亂 不開心 開心 我們經常說營是比較不喜歡的 大運榴槤 先看看大運 然後在大運 然後在大運裡的榴槤究竟是怎樣 是 如果加上… 如果大運就沖,榴槤就有型 你最好坐著,炒起來才算 對吧?或者你不要想著 我做另一份就會穩定 你不要想那年會穩定 即不要勉強 你做著短暫才認同心 今年也是這樣,就當我認了它 沒所謂 這樣就會更好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完 我們也提到景有心做 有時候的命 既然如此,你又用心態去適應 就令自己開心一點 你說什麼時候穩定呢? 因為你過了沖,你不會連續走這麼… 幸好,每個人都沖 如果過了沖,你真的這樣沖 一直沖,什麼時候? 直接不沖,運不沖就行了 榴槤沖可能令你… 那一年變完之後就穩定了 因為大運已經無法安定 甚至大運是縫合的 你想動,也不用動了 不能讓你變 對,所以在沖的運 你知道一個大運十年 沖一沖,不一定只有這五年 因為整個大運都是變化的 對,所以有一個節衝 就代表你的運會變化多端 工作是其中一個大項目 現在在說這些要打散工 命可能比較想變動 但有些人譬如我找到穩定的工作 甚至我轉工也找到穩定 但不知為何一份工作也這麼辛苦 這些我們俗稱辛苦 我們在八字上面看得到嗎 也看得到,問題是分的 是 辛苦完之後,完成任務 或對自己各方面都有提升 可以多賺錢,可以升職 辛苦,也是有價值的 另外一種是…辛苦就辛苦 就是這麼辛苦 但也是為他人作戒以上 人家說沒有功勞、有苦勞 他就…苦勞也沒有 賺上一句也未必有 那就有份工資 當然也有不同,對吧 首先我們在命底 有些人不理會到哪裡 都是…一看就辛苦了,慢慢熬 問題是行好運,熬完後就好 行壞運,熬完後也是壞,或是刺 看甚麼呢 我們都知道 觀是一個地位 地位包括你工作的… 在職位上有升遷、下降 而這個觀在職位上出現 如果身旺就看觀 但身旺就要配財 如果有財有觀 就算是… 觀星有助勞 即是並容的,喜用相乎 當然,譬如我這裡寫財 透肝通筋 你畏高就怎樣 即是高身就… 高身,這是薪金,對嗎 那就高職了 如果沒有,我也有財 不過我觀星有 也可以 不是以錢為主,而是權力為主 始終也要看見 這些都是辛苦的命 不過是有錢的辛苦命 對,沒錯,辛苦的命 為甚麼呢 因為這些無法不做 必須要下降 很多人都說坐在這裡享受世界 對,我扔下自己去旅行 一年半左右都可以 自己溫,你就想我 你下手下腳去做的 沒錯 身旺就是這樣 看官、看財 身旺又如何呢 身旺也是要的 但身旺就是… 這裡沒有寫官 身旺,我們以印為主 是,如果要管得好 如果要管得好,地位高 你也知道要辛苦,要看食物 那就要有官又人 如果沒有 變成它是孤官無父 因為身旺,對嗎 寧願如果是身旺 沒有就沒有 但是官、印是要傷身的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印還要有食物 那你的印要刻食 你說我印刻食,不要緊 我刻他而已 那你是不是很傷神 只是那些下屬都不聽話 行嗎 那你變成很麻煩 所以這些就叫辛苦命 如果有的話,就好一點了 但是多了相食也不行 因為相官見官,食神濟殺 那就要你很快 還有些例子 我也看到我有些朋友 是嗎 很舒服的,真的 聽兩個電話 跟同事聊天 上網去Ventury做食物 就一天了 這些命有問題嗎 有的,也要分的 也要分你 究竟是行散 職位不是太高 總之我是比較… 不是視線的焦點 中容點 沒錯,真是大胃的 我每個月有良出 適當時,上班、下班 有甚麼大件事也不關我事 那些很簡單 日主中和,偏旺偏弱點 五行都有 每一個運都有起臣 雖然不是乘處起臣 可能起臣坐幾臣,幾臣坐起臣 那就可以了 因為普普通通,中中容容 上班下班,跟大隊 這些也可以 有些不是,有些很高級 賺很多錢 但還是這麼舒服的 這些也有,對嗎 這些我也很羨慕,老實說 好,這些要怎樣呢 當然你的起臣要有強筋 起碼透乾通筋,對嗎 你知道那是主氣 有些很高級,要連續行好運 不能一處起臣坐幾臣 坐幾臣坐幾臣就不行了 連續一處或兩處 起碼是十年以上 即一處是十年 連續好運 那就沒問題了 當然也要平和 那是十年以上 有大約五行,我不要柴 也有四行 還有沒有聰益 這就可以符合到你的要求 人望高處 是 大家當然想轉工找一份好工 但真的要記住 一定要找個好時機才轉工 否則待會越轉越差,那就麻煩了 好了,又到了解答觀眾來信的時間 對,這位出生於1976年的女觀眾 他想問一下自己 中年和晚年的運程如何 以及會否結婚 好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分心合約 看看會否有特別的格局 這位觀眾有相關秉令 透上天干,乾之同氣 對,本來應該是新藥 但我們再看這支名字 有個局,不知道各位觀眾 還記得嗎?我們已經學過了 就是印,卯神,是一個方局 是甚麼局呢?就是印,卯人印 有一個就是印局 即是最重的那種 是,方局是最強力的 對,重得還要託上天干,對嗎 所以就是這個叫新藥鑽王 新藥鑽王,這兩顆只有雙食 一顆起神,一顆起神… 但觀眾問他的魂誓 首先,命底就是這樣 其實新王其實我們要財 他沒有財,成之甚麼沒有財 所以他變成了雙食和觀煞 所以婚姻是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日之坐到這個印星 這個印星亦干擾了他的技神 坐在這個呼宮就不太好 他會要辭婚,只要看命令 因為他有的,是觀煞 但觀煞在… 第四處 對,第四處是晚吻,所以我們是厚遲 如果要結婚,我們要慢慢找某年結 看看觀煞是甚麼時候到 不一定沒有 但問題是婚姻一定會付出得較多 甚麼叫多呢 可能他在感情上要照顧家庭 或者丈夫有病,要照顧丈夫等問題 他要照顧家庭,要自己去面對 好,那行運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他的運,對吧 他走到現在就是… 現在是季節運 現在是季節運 好,然後走到後面,看看後面 我們知道如果他身旺的話 見親人也不好 犯在行人運,這位公主要留意 就是如果你未結婚就自己 自己會生病 生病的心境不好,要看得開 是,因為他心病為主 可能身體有事,影響心情 心情也影響身體 如果結婚,不結婚的話 丈夫病,他要照顧 他又病,丈夫又病 他也要照顧丈夫為主 所以運動不算太理想 但又要靠自己放開懷抱 很多時候我們都學習完學 叫大家如何調節自己的心態 是最重要的 希望這位觀眾跟著的日子 順風順水 好了,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就會跟大家說 如何從八字的角度 去找生意上的好拍檔 是 記住留意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